接下來介紹一個叫做Room Zoom 那它這個APP它其實它是做視訊會議用的 然後可是它裡面有一個附帶的功能就很好用 可以把手機的畫面、平板畫面投到你的電腦裡面 這個叫做Zoom 那電腦端 各位一樣可以在Google裡面做一下搜尋 Zoom 這個是我們今年那個夫妻的時候有一個廠商 廠商他去做展示我們才知道的 這個Zoom 那各位就直接點進去 然後你要先註冊一個帳號 註冊一個帳號 那其實呢 你好像在登錄的時候可以直接用Facebook帳號登錄也可以 也可以 所以你可以看這邊大概它的說明 那它的用法 好 它的用法就是 各位手機 好我連一下 好我現在連到我的手機上 好 好 好 剛才把線插上去 好這個是我的手機 好 那請各位 直接在那個 請 一樣到那個Play商店 好 Play商店 然後你直接下載這個 Zoom 好 這邊 Room Cloud Meeting 就這一個 請把它裝起來 裝起來 那裝好之後 裝好之後呢 在你的畫面上就會有它的按鈕 好這裡 好這裡 那你直接把它打開 那打開呢 它這邊會問你要 基本上它就是用那個視訊會議的方式 然後讓你看到它的畫面 好 所以我現在 電腦這邊 好 電腦這邊呢 我要先去登錄了 好 所以我來註冊一下 好這邊 你在註冊的畫面裡面 它下面有可以直接用Facebook帳號註冊 好 那你就把它 還是用Facebook還是用Google 好這樣就應該就可以使用了 好 那你登錄進來之後 註冊一下 剛剛不是要按照 好 所以現在到底是有登錄還沒登錄 有點忘記了 好 我記得它有一個軟體要按搜 好 等一下 各位先去裝一下 先去裝一下